这边是我小时候住的一条街 我跟你说我住过这个六号 我住过最长时间是上面的三十一号 叫一直有爬坡 是那个绿色的那块吗 没有要爬坡到大概 就是那个你看到那个大货车 货车下来一点点就是那边 就是那种旧的房子三层的那种 我是住在三楼 我从小就住在这边 我从我有姬小时候 就我们在这边住了一下 然后又搬到中间 然后中间又搬到楼上 然后楼上又搬到下来 然后下来又搬上去 一直搬来 对对一直搬来搬去 然后呢我想说这边 以前呢每天下课的时候呢 就这个旁边都是一些小摊子 这边吗 这边 路边摊子吗 对 这边有一个小的就是 报卖一些杂志跟一些 报刊 旧的书的一个摊子 然后这个摊子里面会有一些 小时候我们很喜欢听一些西洋歌曲 然后呢会有一些旧的一些乐谱 都在这边可以买得到 然后那些那时候喜欢听的歌 就在这边找他的乐谱啊 他的歌词啊什么的 然后呢我我我每次放学呢 坐车回到来到这个街口的时候呢 在这里呢就会有一个就是手推的那个小摊子 卖什么呢就是卖咖喱鱼蛋啊那些小零食 小零食 然后我每次到这边我就买一寸 然后呢我就拿着我就一直往下 我当时要不要回家 吃个零食就有劲了 就回家了 就回家了 这家火锅很好吃 那我们是要爬到楼上 我曾经住过的地方吗 你体力可以吗 我可以啊没问题 小时候觉得这个坡好长好长 每天要爬上去觉得好辛苦 现在就觉得说哎 怎么这么短啊 因为你小的时候大概是这么高 对 要这样往上爬 好久要走好久 小时候都是这种旧旧的 你看这个铁门就是当时就是都是这种铁门很旧的 他以前这里应该是有一个像那种杂货店 然后我们都在这边买汽水 就是每天最开心就是外婆会给我们七毛钱 然后我们就跑到这里买一瓶可口可乐 然后在那个可口可乐的盖子呢 掀开了之后它会有一个 那个抽奖 那个盖子的上面会不会有一层胶吗 你把它掀开就可以 赠送一只 又可以再多喝一只 中过奖吗那会儿 有啊 就跟弟弟就是 能够一个星期大概有一天可以去喝一瓶吧 喝一瓶吧